明天是愿您持久 不断出妄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鸣 何时 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间苦 沙里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心是一副 是你 舍里子 始祝发空香 不生不灭 不苟不尽 尽不曾无间 世故空中无色 无首相心是雨 无言而闭上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 耳之下 东方 豆腐 海涔 华 海涓 海涓 和海涓 南风 七 大乘佛教的修行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愿修一切善 只是在这个精进的过程 除了有世间的福报 能够安住空性 那又得到了成佛的资粮 所以把所做的慈悲回向给众生 却能够三轮体空的 安住在如幻如化 目的呢 为了成就菩提 普渡众生 将来广修这些功德 那希望这些功德 对世间一切 轮回苦难友情 能够产生真实的帮助 那么我参加这么多法会 我手上带了叮叮叮叮 这么多 但是人家看的是 你的心态 你讲话 我想就像一个犯人 戴个手铐 他就惭愧心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人 带着代表佛的力量的加持物 就是希望我们保持正念 保持断烦恼 所以戴殿珠就是要念一下 降伏烦恼 大转法轮 体正空性 普渡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带着所有烦恼的众生 去极乐世界 所以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以大悲观音菩萨的力量 来利益友情 断烦恼 发菩提 那我想 带着炼珠也好 带着咒语也好 带着五色线也好 带着金刚神也好 带着咒牌也好 有时候居士载我 载我的时候 我看到前面 叮叮叮叮叮带一大堆 都挡到路了 但是我看到开车 那个就好像 好像我带着 会撞车一样 不是那个意思 佛菩萨有加持 但是佛菩萨最主要是 加持我们的心 为他主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会得到一些加持 但是如果 把这些力量 融入在你内心里面 那我想 佛即是心 所以我们佛法是心法 佛法是在调伏内心 而是发展佛性 圆满我们的佛性的修行方法 好 我们把 念一下 怂怂障色 这叫五方佛的 合起来的心众 事实上五方佛 也是佛教 显教 密正合起来的圆满的意思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大 一中间一大 旁边是 这也代表五方佛的意思 这也代表佛教的目的 是为了净化 有情 有情 无情 同源 种子 所以希望 风调雨顺 民安乐 希望这个世界 地球火风 跟有情众生 都得到净化 都融入净土 我们要跟对方 结缘吧 想尽办法 跟对方 所有人 结缘 但是我现在 第二次 请他们 做多一点 然后 下回我们就有福报 一人发十条 好不好 你不要发十条 那就没记得了 十条我还是每天念 每天念 像我都是这样 我每天 带一条 可能会念个三天五天 很多大法会 对不对 看到一个 老菩萨有缘 好你 但是 菩萨说 阿淑喝一杯 有啦 国际辣 但是 但是 我把我带的 先送给你嘛 对不对 就像给妈妈一样 所以 但是 这个是个责任 因为我们 我们儿子在生病 妈妈一直为你念 看到儿子要送给妈妈 对不对 我们做儿子的 好好念 看到爸爸来了 送给他 那只希望我们的功德 包括诸佛 加持的力量 然后再能够去 布施给对方 当然各位要像我这样解释 红的代表什么 你要回去解释 所以五方佛代表什么 五种烦恼代表什么 五种智慧代表什么 五趣轮回是什么 如何到五方佛净土 那为什么要成就 五方佛净土呢 因为才能够成佛 所以 那为什么要带这个 记得我要成佛 但是我要断除烦恼 所以我要圆满 念一下 六度波罗命 所以我要世界和平 我要众生离苦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就是所有佛教的一个总和 所以我们叫五方佛 佛教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一今天念的后来背起来了 就像各位早晚也晚 玩也晚 都在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已经对你来讲 很熟了 佛教没有什么技巧 记住哦 你每念一遍 它会不会再一次加持 昨天的大蒙山放生加持 今天的八观在界 常说法会八十八佛 就每一次一直给它融入 好不好啊 就一直 因为 道教的神会越拜越灵 佛教的佛会不会越拜越厉害啊 一样的意思啊 你越拜佛 佛越加持你 你越念佛 佛越高兴越加持你 彼此 佛教里面叫什么来 自他真上 整个佛教的修行理论叫自他真上 千万不要自他好损 不要去说别人错啊 不能去说别人不对啊 佛教是自他真上 彼此祝福 所以我们佛教讲和谐 佛法无边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边的 没有限制的 没有对立了 各位一定要用 你现在是三宝地址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 那你会觉得很烦恼 既然是佛教徒 那你要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个叫我执或法执 用佛的想法 这个叫念佛 那你会有一大堆理由 不行 他哪里不好 那你又离开悲心了 你又离开空性了 对对错错的本体都是平等的 坏人哪一天可不可以做好人 好人会不会变坏人 都一样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 你就会超越对立 那对自己而言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碰到事情就是自尽其义 还要超越善恶 超越对立 那不然叫普度众生 你有对立 那你的心就不圆满 会有冲突的 所以佛陀 包括阿弥陀佛 好人要度 阿弥陀佛坏人要不要度 更要度 更要度 所以阿弥陀佛 对更坏的人更有悲心 妈妈对健康的小孩很快乐 妈妈对生病的小孩 更照顾他 把不好照顾成好 这就是妈妈的心态 教育的目的 把一个不健康的思想 教育成健康 佛教的目的 把那个自私残忍称慧 这种不好的心态的人 教育成成佛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再坏的本体 都是空 都是清净的 只是他被这个象 被这个夜 被这个环境 起了烦恼 所以污染了 所以哪一天他净化这个污染 像这五个颜色 各位要背 在念是贪嗔痴慢疑 那这个贪嗔痴慢疑 五毒人人都具有 但是五毒你透过五方佛 可以净化 变成五种圆满大智慧 所以佛教你 不是叫你去消灭 我这个人很爱生气 我弄不掉 我怎么弄也压不住 佛教不是 生气了 等一下 停一停 观察 观察他 这个生气 也会降下来 这个生气 是什么因缘 你就观察他 不要马上反应就好了 观察久了 你会觉得 生气也不快乐 生气不过是一时的 冲动 对不对 一时的起心动念 那么他 你稍微平静一下 去外面走一走 他就平静 他又恢复 没有了 因为生气 只是个因缘所生法 暂时的 假的 虚幻的 不是永恒的 这个生气 别人让你生气 只是因为那个境界 所以你跑出来了 生气永远不是在你心里面 只是我们的心 起心动念 起无名 才会跑出这个生气 但是我们的本体 是轰轰张舌 漂不漂亮 我们的心 要像他那么漂亮 对不对 我们的本体是清静的 所以 那你要 让他恢复 恢复 最好的恢复方法 念一下 念佛 念佛 念身 念经 念咒 放生 焉够 慈悲 你就去做这些 透过这个法 透过这个法 就像脏的东西 我们要给它肥皂 我们不是要肥皂 我们是透过肥皂的方便 把脏的弄完以后 肥皂顺便把它冲掉 对不对 不要执着 万法都是对字 而不是说 念佛好 诵经好 那个法门才好 那个都是方便 但是你没有方便 却洗不干净 但是你牙膏是方便 但是跟这个牙蟹松一松 这个全部把它冲掉 因为本来我们牙齿 干不干净 干净 只是我们污染了 所以拿牙膏 代表佛法一样 这个牙膏就可以把脏的东西 跟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冲掉了 恢复我们本来的样子 所以各位 我们的自信里面 清不清净 清净光明 我们佛教里面叫 这个叫极照 极是本来的样子 照就是显现 这个钻石 你要是切割得很干净 那显现的光 强不强啊 七彩光 所以就像天空 本来都是彩虹的 所以本来的 因为所谓的光 就是七种颜色结合起来的 所以当你清净的时候 它又显现七彩光了 所以我想这个叫极照 照就代表 你能够显现 无方佛的各种 智慧善巧方便 但是你要让它照 一定要先清净 镜子如果擦得很干净 我们的摄影机镜头 擦得很干净 那拍出来的镜头好不好 高画质的哦 HD的哦 但是你要画质越好 你要越清净 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看他眼睛就知道很清净 哇 黑的是黑 白的是白 都没有写诗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嘛 所以他本身就比较清澈 但是因为他活久了 那个眼神就变了 地狗的地狗 生气的生气 拉巴油的拉巴油 因为他开始污染了 开始污染了 所以我想各位 修行者要修行到让人家感受 你越老越好看 虽然有皱纹 但是皮肤呢 就是这样嫩嫩 粉红粉红呢 眼神呢 就是有没有带刀带枪 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修行人 他真正修行 他也骗不了别人 反正他给别人的味道 就是那个味道 走路也好 一举一动 都是如此啦 所以在这一点 除了忏悔 业 那各位就不要随时 不要让自己有机会 起心动念 太烦恼 太放不下 太生气 太放逸 你每天喝酒 你每天去玩得很快乐 这个贪 就会让贪的鬼 造成你的业现成 所以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门户大开的意思 所以你保持 为什么八观灾界 能够改变命运 我们今天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我内心里面 没有别的念头 贪生是没有 今天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净土 念戒律 念布施 而且守戒 这个时候磨不清 还可以净化业障 所以可以脱离病苦 可以消灭罪障 免除恨死 可以埋怨 因为一日一夜的清静 就种下了中品 中生乃至上品 往生净土的因 那各位一定要保持好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我们办了这个慈悲协会 就是说更多人到医院去关怀 好不好 去老人院关怀 我看大部分都等到对方死了 才去关怀比较多了 喜欢去临终祝念 但是也好 但是临终祝念 你要帮助活的的人 因为我们没办法随时在他旁边帮他 要以活的的人怎么做 去帮助往生者 在四十九天怎么超度 但是对活的也要帮助 对往生者更大要帮助 但是临命中的人 老实说 我去调查老半天 我很想开一个叫什么 就叫安宁病房 就是说你已经宣布要往生了 那佛教提供你在这边 住到往生 最后那段时间我们来陪他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哇一问那个要 附属医院要多少医生 我们根本没办法办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就是不要做什么 医院不医院了 就变成一个 我们的取名叫老人关怀 但是就是那一种 已经从医院送回来的 对不对 就送到你家去 然后我们来帮他祝念 最好他还有意识 来跟他开导 但是我想那个时候 还是要有一些医疗 配备 为什么 万一他发作痛不痛 下咖啡一阵 你没有一点点 只剩下甘露丸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方法 所以现在还在讨论 还在讨论 就是说 这一辈子 他最后这七天 这十几天 我们用佛法来引导他 他就很容易往生 对不对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事件 这个烦恼是让我 修行最好的祝愿 但是如果你没有法 那你只能说 怎么办 怎么办 就一直烦恼 一直放不下 一直称恨 一直不甘愿 就是这样 那我们有佛法的人 却不用 那也很可惜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我觉得现在 年轻人学佛 不能一直看佛经 看久了以后 不能说错 会起了分别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痛苦的磨练 就会在佛经的高高低低 起了分别性 甚至读书人起的骄傲心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讲说 不能读太多 一天读两个钟头 其他的时间去接触苦难 半工半读 那以这样子了解苦难 才知道佛法的殊胜 因为你不接触苦难 你就失去悲心 你失去悲心 来研究佛教的经论 那就只产生分别性 叫增上慢 增上毒 反而对你的伤害 这一点我不烦恼各位 我是烦恼各位 每天跑来跑去 就是不看佛经 你不看佛经 你没有法座根据 那也是是是非非 这也没办法 福报修了一大堆 也会骄傲 变佛门老油条 但是这个都偏一边 所以佛教也叫我们 卑治双运 两边都要平衡 所以像我老师说 不是我现在在念 我平常很忙 我自己不管在哪个地方 反正那一天不知道谁 问我说 师傅你住哪里 地址写一下 我都想几天 没有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住哪里 所以我每天都搬了两个行李 然后就到处跑啊 对不对 然后就搬来搬去吧 所以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一停下来 很多人 给我很多讯息 得癌症 死亡 灾难 就算没有 我也会去找很多的灾难 让我很认真 因为 当然更大的灾难 我可能会 现在我要帮他念 金刚经 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但是 但是无论如何 以为对境 就像我们现场 写了这么多往生排位 然后对我们也有一个交代 至少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除了不断的回向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大回向 对不对 有些人说 还不走 为什么师傅你还没回向 有些人可能等一下就要走了 因为这条拿到了 终于赶我了 但是各有因缘 但是无论如何 至少你有一个对境 所以我都会找很多受苦的 然后 譬如说 我再过几天要去 要去马来西亚 那我上网一看 我有马来西亚过去的灾难 我要做什么回向 对马来人 对当地的印度人 对回教徒 我就开始在写排位了 作业了 所以给一个对境 那我排位既然写了 我就会记下这个事情 多为他念一些 那当然全部做完了 还要归零 为什么 要三轮体空 对不对 放下 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就放下 但是各位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 对我个人来讲 我出家将近 开不到三十年 但是我发觉 福报最重要 因缘最重要 你没有福报 没有因缘 你懂了再多佛法 没有用 没有用 但是有这个福报 那至少让你不堕落伤恶道 让你想要完成的善事 容易一点点 但是不是福报 是究竟 但是以福报做基础 你还有机会 震入无分别的空性 或至少实践慈悲 我只要一停下来 我大部分都跑医院 因为 当然很多信徒 说他爸爸住龙肿 他爸爸住长庚 他爸爸住台中中医 他谁谁谁 但是我只要经过 我今天有一天的时间 我就会计划 五个地方去跑一跑 然后 对我来讲 也很重要 而且我会 想尽办法 跟他身上的冤心 在主沟通 当然 我所做的一切 不能够离开佛经 经论所说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了解经论 但是你却又不去面对 对我们就没有用 你用佛的心 各位记住 佛力跟智力不一样 你写这个就说 那我力量不够啊 这个叫智力 那我们大称佛叫 特别密称 特别大称 都是用佛力 念一下 阿弥陀佛 对我们是用佛的力量 来回向给妈妈 佛的力量有限度吗 无限度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力量 你会觉得力量不够 啊 我师父 我功德做那么多 我妈妈怎么还没好啊 啊 师父 我功德做那么多 你怎么说我堕胎没猜度啊 因为你的力量 并不严满 为什么我们这个凡夫 当初你把我堕胎 是因为你的称恨性 你的懒惰 残忍把我堕胎 但是这个称惠残忍还在你心里面 你再怎么念他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个小孩子感受到是你的称惠残忍 没有用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各位知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要超度小孩的时候 那你要告诉说 我因为当初是因为称恨残忍 于此怎么样 懒得我懒得养他 或是一种逃避而把他杀了 至少我在念的时候 面对到他 我这个时候要保持非常的平静 我们叫安住空性 平静 轻松 然后全然的相信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力量去感化他 不是我 要解吗 因为我跟他是对立的 对方是冲着我来的 所以当然至少在念的时候 就像今天八弯灾戒 为什么 佛陀说 在重大的病苦 你能够守七天七夜八弯灾戒 保持正确的八弯灾戒状态 那个时候你跟冤亲在主是不对立的 因为你保持在这种正念 所以来回向给他 冤亲在主很容易超度 这个意思 所以当然我会一直提醒各位 念佛的时间长跟短都没关系 至少那五分钟 保持在一个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不管用什么名字 就是五分钟的圆满的佛的力量 然后来回向给对方 这样就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回向一万个都不嫌多 当然圆满的叫菩提心 如果你能够发起佛 成佛的心态 至少在那一刻很认真来回向 所以就会圆满 如果你做晚辈 你身上还有堕胎胎和冤亲在主 没超度 那你要去超度 你婆婆妈妈的冤亲在主 超度得了吗 你事实上也超度不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只好透过善知识 三宝的加持力 透过佛 但是基本上你一定要 先超度自己 那就超度自己也不会很困难 比如说各位刚刚拜八十八佛 你想到你的堕胎胎儿 我为我的堕胎胎儿 来忏悔 回向法界众生 她就感受到八十八佛对她的爱 不是你给她的 是因为你为她 你全然的专心的拜八十八佛 以八十八佛来帮助她 那你小孩已经就得到了很大的加持了 或至少离苦了 或是老实说 我很喜欢听一句话 当你在替她拜佛的时候 她也在拜你 为什么 谢谢你 像你恪守呢 对不对 她谢谢你 特别像我 因为我去帮人家超度的时候 这个都不是我的冤心在主 但是我愿意很认真的替她超度 我所得到的回馈是 大部分都是他们在跟我恪守 谢谢你 这样 那是因为我把对方都当作是自己的 我认为有形的也有缘 无形的更是有缘 然后我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当作自己的妈妈 然后跟她说法 这是我自己的 一个清静心 一个安慰她的慈悲心 然后让她相信佛陀的力量 然后还帮她做功德 我会用我的纸马上写 我帮你放生一百块 我帮你点灯一百零八个 我都写写写写 写了一大堆 这比较大得写多一点 然后呢 我也当场跟她结缘 因为我认为这样 我要保持在一个利他 又可以舍出兼贪的状态 左手来右手赶快出去 好不好 你做个医生也好 不是光医病人 病人跟附在病人身上 这样的运行在主都要 都要和谐 都要照顾到 替她念念忏悔的重 所以八字八佛 立佛立佛地 百字明咒 替她消消野掌 撒撒干露水 就把她圆圆满满 我问各位 像各位功德那么大身体发光 你去医院走出来 请问有没有病苦众生会跟着你 百分之百 回向给她 回向给她 记得主动 或是 我手上放光给你 为什么要带这个 因为我们是个凡夫的身体 所以我们带着佛的加持 希望透过佛光 回向给她 但是有些还是会跟着你很紧 为什么 跟你有缘 没有缘你也不会去医院 就像那个病人